两秒盖的完美眼线 五秒盖的精致眉型 这些化妆小工具是在拼钱的吧 我不信 首先这个眼线辅助器 听说啊 这个就是你连笔都拿不稳的人 就能画出完美的眼线 还有人用它解锁了什么 我想喝睫毛 你快钱的东西啊 这就是什么 用它刷睫毛吧 其实真的挺鸡肋的 因为它这个面是平的 睫毛根本站不到睫毛膏 一笔成型 姐妹们这个画出来 真的比自己用手画出来的 这个形状要好 而且两个画出来 它是对称的 再一个用处是画卧蚕 我们来看 你别说啊 卧蚕这个东西 还真的挺自然的 因为卧蚕它是个阴影面 所以我们一定不能画线 那这个时候 它这个厚度又比较厚 所以说摩擦出来的 这条印子就很像你的 卧蚕阴影 来总结一下吧 就这个小东西 如果你不太会画眼线 然后呢 又不追求那种多样的妆容 只是单纯的 想把这根线画好的话 它那种卧蚕的程度 总是把握不准的 这个真的很适合你 然后是这个粉底铲 据说啊 韩国的化妆师大佬 几乎人手一个 之前我看到这个玩意儿 怎么看怎么像是智商税 今天我来彻底的试试 真的是不是那么好水 真的好轻薄的一层啊 怪不得明星化妆师啊 什么都用这个玩意儿 整起来看 它确实是那种 很轻透轻薄的妆效 不对 等会儿 平铺开 那我用一张银行卡 是不是也是一样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它毕竟是平面的 那确实是照顾不到 我们的这样的 面面角角 你看 下一个是我最期待的 眉毛辅助器 9块9咱们就能获得 8款眉型 大家要是有这手法 那纹眉店估计会倒闭吧 感觉像在两元店 买的那种小东西一样 我看着眉头四四方方 怎么害怕呀 对在我们自己眉头的位置 这什么东西啊 我刚好化了底妆 好 我要开始了 我怎么没有这种不祥的预感 好像化完了 来 见证奇迹的时刻 3 2 1 我真的建议这种东西 它可以停产了 确确实实已经侮辱到了我们美妆圈 最后这个东西 是我最期待的 这个眉型刷 因为我看刘思雅那个视频 我看一次心动一次 真的有什么好用吗 刷上睫毛膏之后 顺着下睫毛的生长方向 这样去刷 好像有那么点意思啊 这下睫毛它确实是能刷出来的 但是我感觉 从来感还是这么弱呢 No 姐妹们不行 因为这个沾满睫毛膏之后 它会很硬 很快就会干掉 它这个只是单纯的 往你的睫毛上面这样去刷 你想一下 这个东西都干了 你还要刷啥呀 而是你掌握不好力度 你看 全都站在眼皮上 骗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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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骗人的 今天四个东西 最推荐的就是 外眼线的和这个粉底铲 如果你想要单纯的 画好这条线 这个绝对不能错过 如果你想要那种 清透干净的妆容 这个也很适合你 但是呢 你需要结合粉泡 去照顾你一些 别人小小的地方 这两个 白下我十多块钱 再见